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 也是有很多事情发生 好像我们不知所措的一年 但是无论如何 2021年过去了 在2022年的第一天 我在这里特别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领受上帝特别的祝福的同时 在你生命中有的一个热切的盼望 而这一个热切的盼望 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 都不能拿走你的 无论你的疫情将会如何 无论那个Omicron会怎么样来攻击我们 无论这个经济的形势如何的糟糕 无论这个世界的政局将如何的变换 无论是否两岸会有更加的麻烦 我相信如果你内心有一个坚定的盼望 你盼望的是我主耶稣基督告诉你的 虽然世上有苦难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有喜乐 有盼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今年的新的一年开始之际 我特别要祝福你们 我特别是希望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 要在这一年当中与你们同在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们教会虽然经历很多的艰难 但是我们还是达成了很多的愿望 我们建立了三个分堂 我们也是推出了我们的APP 如果说这一年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就是相信我们的Lux Mundi Center这个APP上线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尽快下载这个圣诞礼物 也是这个新年的礼物 如果你能够下载了这个APP 那么我可以保证在2022年 你不会失联 你会一直跟我们有联系 也希望我们预备的各种的讲道 教导 训练 各方面的施工 都透过这个APP来祝福到你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赶快下载这个新年礼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最后我希望用保罗所说的 我们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来鼓励你 在2022年成为最好的你 上帝祝福你 本周的讲道经文来自路加福音 第三章15到17节 还有21到22节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 人都心里猜疑 或者约翰是基督 约翰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及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舱里 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众百姓都受了洗 耶稣也受了洗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很高兴见到大家 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主 这个礼拜呢 我们就进入到主显节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1月6号被称为叫祖显日 这个日子之前连续的一个礼拜 到13天的时间 是被称为是圣诞期 也就是12月24号 一直到1月6号 这个十几天被称为是圣诞期 所以如果你在西方待过 你就会发现 很多的家庭都会灯饰 在北欧 在欧洲 在德国 在美国 很多的灯饰 但是从1月6号开始 这个灯饰就开始少了 就慢慢慢慢你会看到 一条大街上 本来是每个家庭 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庆祝圣诞 耶稣降生的灯饰 但是这个礼拜开始 慢慢慢慢就开始少了 因为什么我们进入到主显节 然后从今天开始 连续8周 7周 8个礼拜天 我们称为主显节的主日 所以我也连续8周讲到 会讲到耶稣 他如何显现在我们当中 他如何用神迹奇事 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他如何受洗归入上帝 并且出来服事 开始他弥赛的事工 他如何去到会堂 像犹太人讲到 他如何把水变酒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要彰显他自己 那么在我们的希腊文 一个词 Epiphania 这个词 就是主显节的这个意思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当光 当光射进来的时候 当光进入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都看见 就当基督他作为一个光 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进到这个世界上 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彰显他天父的荣耀的时候 你就看见了 所以这个主显节 也被称为叫显现节 所以今天 当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思考 刚刚我们的姊妹 所读的这段经文 耶稣受洗的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耶稣向我们世人显明 他既是真的神 他也是真的人 他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救主 他也要来到我们中间 来拯救我们 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主日 在有一些教会的 推荐的阅读的经文当中 我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 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联系 比如说 他推荐越多的经文 都跟水有关 都跟水有关 如果你看诗篇29篇 在第十节就说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然后呢 你看到以赛亚书43章 也是谈到水 他说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躺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烧在你的身上 如果你再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经文 接下来这些经文呢 不单单跟水有关 还跟洗礼有关 在那个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刚刚我们也念了 约翰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 比我更大的要来 就是我给他解鞋 带也不配 就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我们施洗 跟洗礼有关 然后呢 你看罗马书保罗说 第六章第三节说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是归入基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 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的父的荣耀 要从死里复活一样 然后呢 你会看到有些经文 不单单跟水有关 不单单跟洗礼有关 不单单还跟那个救赎有关 如果你看以赛亚书43章 在这里面 以赛亚就说 雅各啊 创造你的伊赫华 以色列啊 造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名召你 你是属我的 然后在以赛亚书43章 第三节又说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 我已使埃及做你的赎家 你就看到 不单单跟水有关 不单单跟洗礼有关 还跟救赎有关 也不单单跟救赎有关 还跟什么 还跟能力有关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 第三章22节说 当圣灵降在你的身上 形状放像鸽子 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诗篇29篇第一节说 种子啊 你们将要得容量的能力 归给耶和华 然后呢 诗篇29篇的第四节又说 耶和华的声音 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 满有威脸 这些经文呢 本来应该叫MC读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两天 我的疫苗出了什么状况 我发出去的好多疫苗 好多人跟我回应 没有收到 直到昨天晚上 我们的这个 inspiration那个童工才告诉我 怎么那个PPT还没收到 今天早晨MC告诉我 他没有得到我的这个 message 不anyway 大家都听到了 就是看到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都应该是本 这个礼拜天我们应该读的 诗篇29篇 以赛亚书43篇 罗马书6章 这些都是跟什么 跟水有关 跟洗礼有关 跟救赎有关 跟能力有关 而再回到 刚刚MC所念的 约翰福音第三 那个路加福音第三章 这十几节经文当中 所提到的就是 耶稣受洗 所以这个主日被称为什么 叫主受洗之日 今天这个主日被称为 我主耶稣基督 洗礼的主日 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重新聆听 耶稣受洗的 这个经历的时候 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就是说 这个历史事件 今天的我们重新聆也是 就耶稣接受洗礼的 这个历史事件 是启示什么 上帝记着弥赛亚 记着弥赛亚来救赎我们的时候 是开启了末世时代的大功 这个末世的时代的开启 是透过耶稣基督洗礼 这个历史事件所开始的 那么好 我们仔细思考的话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到底 到底有几个方面 让我们看到 第一个 第一个 耶稣的洗礼 它是表达了 作为弥赛亚 他公开 侍奉的一个呼召 你知道 我在读这段经文 来来回回 读了好多次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是我过去 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一个问题 我始终认为 洗礼只是一个什么 信仰的 内在信仰的一个外在标记 通常我们把我们洗礼都解释为什么 是我们决心信靠耶稣之后 外在的信仰的一个标记而已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思考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知道今天 这个礼拜 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 这个洗礼是一种呼召 一个calling 不单单是一个sign 不单单是一个记号 不单单是一个标记 更是一个calling 就是说 当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 他是被上帝呼召出来 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 你不要忘记 当马太福音28章 说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的时候 实际上上帝 透过他的门徒 要给我们一个calling 给我们一个呼召 要你被什么 要你从这个罪恶的世界 被呼召出来 呼召成为他的见证 去带领人 去引导人 并且传递上帝的拯救的信息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 21节说 众百姓都受了洗 16节说 约翰说 我是用谁给你们施洗 所以如果在这段经文当中 你首先要回想的是 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 洗礼到底是怎么样区分的 如果你整个圣经当中看 差不多有三种洗礼 水洗啊 有三种 第一种什么 是犹太传统的洗礼 就是 如果你误会了 比如说 我是个文士 我要抄写圣经之前 我先要洗一个礼 我先要把自己沐浴更衣 中国人说沐浴更衣 其实就要从水里面经过一下 因为什么 我的人是误会了 我要写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我先要洗过自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外邦人归一到犹太教的时候 他要经过洗礼的 要经过洗礼的 所以这是犹太传统的洗 但是新约给我们看到 刚刚呢 给我们看到第二种的洗礼 就是什么 施洗约翰的洗礼 施洗的约翰的洗礼 不是单单捷径的洗礼 还是一个悔改的洗礼 就表达我要悔改 我要为我的罪向上帝悔改 是一个悔改的洗礼 第三种洗礼 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耶稣拆开他的门徒 要给万民施洗 而这个洗礼 就是一个表示 一个重生得救的洗礼 所以当我们有了 这么一个背景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来到 这段圣经当中 我们重新思考 洗礼作为一种呼召 为什么我认为 洗礼是个呼召 因为耶稣他接受洗礼 也是表示 耶稣被上帝 被他的天父呼召出来 呼召出来 进入什么 这个罪恶的世界 他作为上帝的儿子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显明他自己的时候 不是单单显明他自己 他还进入到 被上帝呼召出来 拆派出来 进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 成为我们的见证 对不对 来见证他自己 天父的荣耀 并且也引导我们 成为他的门徒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是个呼召 呼召我们 首先他呼召我们 离开罪 转向上帝 这也就是一个 有点像施洗约翰的洗礼 所以呢 路加福音三章三节说什么 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 宣讲悔改的洗礼 看到没有 悔改的洗礼 是罪得色 所以呼召我们 转离罪 呼召我们离开罪 归向上帝 所以这是一个悔改的洗礼 所以洗礼是个悔改洗礼 但是洗礼也是一个呼召 因为呼召你离开罪恶 归向真神 对不对 第二个 第二个方面 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不单单是一个呼召我们转向上帝 他并且呼召我们 进入世界 你不要忘记 我们基督教信仰跟佛教很不一样的 佛教是呼召你离开这个世界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所以最高境界是空 什么都不要 没有 但是基督教的信仰 信仰跟我们正好相反 是呼召我们离开罪恶 归向神 但是不要忘记 他同时呼召我们 进入这个世界 成为他的见证 因为什么 当我们进入世界的时候 是带着这个好消息来的 为什么 耶稣他自己就是啊 耶稣他自己就是啊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洗礼 也是一个呼召 进入世界的 第三 第三 他还呼召我们 宣告上帝的救恩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干什么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干什么 不是吃喝喝玩乐 我们平时也吃喝玩乐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是有使命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是有使命的 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是带着上帝的使命 进入 并且宣告他的什么 光明的 那个彼得签书两章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监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所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 宣扬那出黑暗 入光明者 光明者的美德 对不对 所以出黑暗 进入那光明者的美德 对不对 要进去的 所以是呼召我们 进入世界 并且宣扬上帝的国度 所以洗礼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还是一个呼召啊 他不是简单的一个标记 不是简单的一个 信仰的标记 对不对 所以当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 是标志着 他弥赛亚事工的开始 他被天父上帝呼召出来 去到罪人当中 与罪人认同 并且要拯救罪人 今天我看到我们一个弟兄 他就 他今天参与了服事 我感谢人 他就曾经问我 他说牧师 耶稣有没有老我 他说 他就曾经问过我 哎呀 我说亲爱的弟兄 他没有老我 那么他在辞职下 钉死的是什么 他辞职下 钉死是代罪之身 代替我们的罪死的 对不对 他把我们的罪都担负在 他自己身上 但他没有老我 那么但是你不要忘记 耶稣是什么 被呼召 进到罪人当中的 并且跟罪人认同 就像我们一样 所以他知道我们的痛苦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接受洗礼 他既然是神 他为什么还接受洗礼 洗礼如果我有罪 我要接受洗礼 我悔改我的罪 我要接受洗礼 但耶稣没有罪 他为什么要接受洗礼 为了尽诸般的义 我们看一节圣经 我们看那个 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他要去接受洗礼的时候 施洗约翰 不敢给他洗礼 他说我怎么敢 可以给你洗礼呢 我要接受你的洗礼 还差不多 但是耶稣说不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所以什么叫诸般的义啊 我虽然没有罪 但是我来到世间 我跟世人认同 我认可 我看到你们的 在罪中挣扎的痛苦 所以我好像就像你们一样 有罪一样的 所以我愿意跟你们认同 所以我也接受洗礼 我也接受洗礼 所以他是被呼召出来 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的 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 洗礼实际上是什么 是跟上帝的救赎工作是有关系的 有一节经文很重要的 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两节 他说弟兄们保罗说 我不愿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在云下 从海中经过 都是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你看到没有 原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红海 出埃及过红海 进入加拿美地 是一个预表 是旧约的一个预表 预表是什么 预表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是一样的 因为在这个寓意当中 摩西就好像是耶稣一样 摩西是预表耶稣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就好比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归到他的名下 对不对 所以他们经过红海 就好比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 原来旧约当中 他已经有一个预表 他已经有个信息埋在那里 就是让我们看到 洗礼跟救赎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洗礼是跟救赎发生直接关系的 在在那个以色亚书43章1到3节这么说 他说亚哥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名召你 你是赎我的 我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躺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凿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赎 看到没有 他把从火中经过 从水中经过 跟上帝这位救赎的 这个关系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的洗礼不是简单的 我们的洗礼是有一个 跟救赎有关系的一个连接 而这个有关系的连接 是表达了我们被上帝呼召出来 要见证他 并且进入这个呼召出来 进入这个罪恶世界 宣扬了奇妙者的美德的 我今年冬至的时候 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冬至那天 正好是我们开例会 那我就早晨得到一个突然的消息 因为我的一位 非常好的一个弟兄 是我们美食团的 美食团的边外成员 他很想进入美食团的核心成员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加入他 把他加入 因为现在美食团的运行不太正常 过去我们每一两个月 总归要美食一次 现在三四个月也没有一次机会 是不是经济不太好 我不知道 anyway 那么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可能要回美国了 因为他的家人都在美国 他要回去跟他们团聚 他出来一次也不容易 那我说从疫情开始到新天 已经一年多了 他想要受洗一年多了 但教会我们没有办法安排现在暂时 那我就说这样 我就说我今天我就特别给你来洗礼 我说我立会 我说等一等 我在网上参加 我就给你洗完 我坐车赶回去的话 在车上参加吧 我说 然后我就赶过去替他洗礼 有感谢主 他的父母都在 父母都八十岁了 八十多岁了 也见证了 这个洗礼 所以他之后就跟我说 他说今年冬至最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最最黑暗的那一天 冬至是 我不这样讲过吗 冬至是一年当中最暗的 大家不觉得这两天 天已经开始有点亮了 圣诞节之后 耶稣来了 光明就来了 天已经开始有点亮了 是不是 所以冬至那天 在圣诞的前夕 是最最暗的那个时候 一个灵魂 我们见证了一个灵魂 归向耶稣基督 受洗归录基督 但是我也很失败 有的时候我发现 我们美食团有一位核心成员 已经 这个深层幸祝已经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想希望他洗礼 他一直不洗礼 那我就 前两天我还跟他通了一个电话 也是很好朋友了 我就有点受挫 我说 为什么还是 我们就一起聊 我说我也做一个study 我也做个学习 我也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他发现 他不接受洗礼也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 他就觉得 他因为从小是可能经过文革 经过教育 各方面的 他觉得这个东西跟受洗 好像跟路挡仪式太像了 那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过这种经验 经历 我不知道了 那现在话也不可以乱讲 讲完我就被cut了 我就 就见不到你们了 所以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 他说我有点这个 心里面有点这个障碍 我想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还有其他原因吗 还是有 他说我希望我做得更好一点 他说我现在受洗还不够资格 但是他不知道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受洗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好的good enough 对不对 我们没有一个人good enough 可以接受荣耀的洗礼 因为我好 我够好 我所以要去接受洗礼 这个我觉得他是可能好像还是不太明白 所以签提起来没有 我在这里面在思想的就是说 你就看到我们的文化背景 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 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思想当中 还是受到了很多我们的儒家文化的 我们要什么 修身养性 习家 然后我们才能够治国安邦平天下 对不对 就我要好的good enough 我才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基督徒 不是这样的 圣经的信仰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告诉你 最最关键的还是什么 其实时间还没到 虽然他已经募到很久了 他太太也信主 他也常常参加我们的聚会 每个礼拜天 甚至他在他的小组还带杂金 那我就有点头痛了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开玩笑 这就好比说一个男孩子拉着一个女孩子的手 我爱你啊 你真好啊 我真羡慕你啊 我跟你什么事情都做了 然后就是不跟你结婚 你是不是 我说你现在连查金都带了 还带一帮基督徒查金 我说这个事情我说不能常常干的 你这个结果是什么 你就是不 就是我跟你好啊 你那什么 我都干了 但是我就是不跟你结婚 我还说你 亲爱的弟兄们 但是我现在我总算明白一件事情 其实什么 我们这个弟兄啊 他还时间真的还没到 因为他在心里面并没有得到这个呼召啊 他在心里面并没有得到上帝对他的呼召啊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我想我想我想我们要为他祷告 我就像我们身边很多很多人 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好像时间还是没有到 所以那天很有意思啊 你看我在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我说哎呀我说 我就突然就 就感慨 我就跟我太太说 哎呀 我说我突然发现原来啊 洗礼啊 是一个呼召啊 太太在那个厨房没听见 她说什么 你说洗礼是护照 那什么护照 passport还是calling啊 是呼召还是护照 我说你说的没错 我说也是一个护照 因为什么 洗礼也是进入天堂的什么 passport护照 但是他也是进入这个世界 去宣扬上帝的福音的一个什么 护照 所以他是呼召 他也是什么 护照 所以亲爱的你们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接受洗礼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接受了这个使命 接受了上帝对他的一个拆派 接受了这个passport 接受了这个calling 他要进到这个世界 去宣扬上帝的福音 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 洗礼不是单单仪式的问题 洗礼不是单单一个标识性的 一个理性的 一个我们中国人现在常常喜欢用一个词叫仪式感 不是单单这个 洗礼更是一个什么mission 是一个calling 是一个calling 让你被呼召出来 去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一同服侍他的时候 我们也一同在思想 你是否认识到 你生命中的这个洗礼 我不管你是点水的 还是进水的 不管你是在浴缸里的 还是在游泳池里的 还是在约旦河里的 你有没有意识到 你的这个洗礼 是一个calling 是上帝对你的呼召 第二 第二 耶稣的洗礼不单单是个calling 不单单是一个呼召 他也是一个能力 得到能力 是他作为 弥赛亚开始 公开侍奉的时候 要得到的一种能力 所以在21章 21节这样说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为什么圣灵要降在他身上 洗礼就洗礼了嘛 所有很多人跟他一起洗礼 那些犹太百姓 在他之前的洗礼 没有一个人出现什么 圣灵降在他身上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不是要去做弥赛亚的工作嘛 他们没有被呼召出来 去担负弥赛亚的使命嘛 弥赛亚就救主嘛 就救主主嘛 对不对 但是耶稣被呼召出来 去说什么 去担任弥赛亚的使命啊 所以当他要担任这个使命的时候 他需要能力的 所以圣灵降鸽子降在他身上 你知道圣灵降鸽子 这个东西啊 跟能力 好像有点 跟在犹太传统的解读当中 是不一样的 因为犹太的传统的解读当中 鸽子是温顺的 温良的 对不对 是灵巧的 是可爱的 其实以色列 在犹太的经典当中 以色列这个民族 就被比喻成鸽子 但是在这里面 你看 约翰描写说 说约翰 是喜欢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 像一个鸽子 进到他的身上 进到耶稣身上 后来我们知道 圣灵是一种能力的代表 圣灵是一个能力 说明是说 当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 能力静下来 上帝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进到他生命当中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要侍奉了 他开始这个弥赛亚大功的时候 他需要得到特别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后来你知道 慢慢慢慢就圣灵像鸽子 或者鸽子就像圣灵一样 就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术语了 或者就成为基督教的一个识别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有些教会的标志 它十字架当中挂一个鸽子 没有看过 可能是有灵背景的教会 因为圣灵嘛 十字架还有鸽子 又有这个关系在里面 所以当经过洗礼之后 或者在洗礼当中 耶稣就被圣灵所恩高 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 而这个就给了他一个力量 来出来服事 那就再让我想到这个 大卫受恩高的时候 大卫被耶和华拣选做王的时候 圣经当中有一个先知 叫撒末尔 他被上帝感动要去恩高大卫 为什么恩高大卫 因为大卫要得到能力 所以他就去到伯利恒 去找大卫 他不知道 他就知道耶稣他们家有八个儿子 他就一个儿子 一个个从他面前走过 他说这个不是 那个不是 都不是 他就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了吗 耶稣说不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牧羊 在放羊 你把他找过来 所以那个儿子就来了 孩子之后他就被找到了 所以耶稣就打发人 在这里说 耶稣就打发人去叫他来 就大卫 他面色红光 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 耶和华就说什么 这就是他 你起来高他 高就是英文叫 Anointing 恩高 就给他力量 恩高就是圣灵的能力 来高力他 撒末尔就用油里的 用脚里的高油 因为高油是一种油 他们是用油 要浇在他身上的 在他的猪胸中高了他 从那日起 你看到这句话很重要 最后一句很重要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 就大大感动大卫 看到没有 就当撒末尔 恩高了大卫之后 从那天 耶和华的灵 就大大感动大 我很希望为你们 按手祷告 你多说 我就为你们按手 祷告的时候 我就希望 耶和华的灵 大大感动你们 在你们每一个人的 服事当中 在你们每一个人的 工作岗位当中 就大大的见证耶和华 也求主的灵 大大感动你们 充满你们 使用你们 所以在这里 你看到大卫 在他出来做王之前 他要被告礼 弥赛亚 耶稣 在他出来 弥赛亚大公之前 他要被什么 圣灵恩高 因为这么得到能力 得到能力 没有能力 他就不能够服事 因为很多人都说 不是啊 耶稣他是神的儿子 他有神的能力啊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从系统神学的时候 他的神 他是有神性的 但他在视为人的时候 他神性不能用 那神性像个鸟在笼子里 是不能用的 被关注 只能用他的人性 那么他怎么样行神经呢 就是用圣灵的能力 有没有圣经一句啊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 我们看一看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 说什么 神所拆来的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 是没有限量 神赐圣灵给耶稣 是没有限量 所以他是那么 是水变酒 我后来做了一个study 六个缸 耶稣 六缸啊 这个缸很 每个缸 每缸大概有二十五个加轮 到五十加轮的水 六个缸 差不多 两百加轮的水 全部变成 这什么大的能力啊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 是因为什么 因为圣灵赐他的能力 是没有限量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 你能不能你去 我给你一杯水 你把他变酒 你试试看啊 我们不能嘛 因为圣灵给我们能力 不是没有限量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这么多 圣灵的能力嘛 但是无论你是谁 你要服侍上帝 你需要圣灵的能力 你需要圣灵的能力 我记得有一位 我的同工 肯定跟我 一位宣教师 曾经跟我讲过 一个见证很有意思 他信了主很多年 他们家基督教背景 他爸爸还做过主教 他圣洁运动的背景 他去到 他洗礼很多年 他到大学 两年级的时候 他一直觉得生命很平淡 他知道有一天 他在一个chapel 他在学校的大学 在chapel里面祷告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事情发生 他感觉到 这个好像圣灵 不是像鸽子一样 从头到尾 像个冰水啊 从头到尾 给他浇灌 从头凉到 他说大热天 居然他坐在这个chapel里面 冷得不得了 就好像 你们有没有去 我在芬兰有过一个经历 就是在120度的桑拿鱼里面 冲出来 跳在冰窟里面 就这个感觉 就浑身凉到凉 透心凉啊 但是他就告诉我 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发现他生命不一样 他的力量不一样了 他很快就得到上帝的呼召 出去做宣教士 去了欧洲做宣教士 后来又得来到中国做宣教士 我们非常好的朋友一起服事 但是我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并不是一定每一个 每一个事情都那么戏剧化的 有很多很多时候 圣灵做工作也是很温柔的 但是圣灵的能力 可以怎么样彰显呢 如果 你如果有机会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文革以后 80年代初 中国教会开放的时候 复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比如你在温州 现在那些 我的一些很好的朋友告诉我 温州在80年代 教会复兴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很多传道人 他们讲到 他们都是坐过牢的那一代 就现在都已经被主接去了那一代 他们在讲到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什么工具书 他们也没有什么原文解经 他们就是按照圣经 就一接一接这样的 很普通的讲到讲到 但是讲到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 就透过上帝的话语出来了 而出来的时候 就台下就一片一片悔改 哭泣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圣灵的能力啊 而且是圣灵很大的能力啊 而且你会看到 没有什么太戏剧性的 突然有人什么 从地上倒下来 口吐薄墨 白墨啊 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但是圣灵就赐下悔改的灵 让人畏罪 畏议 畏审判 自己遮备自己 而这种事情不单单是在 在这些地方 温州这些地方 在内蒙也发生 在河南也发生 在很多农村的地方 会有发生这样的一些发生 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悔改当中 现在我们说我们看过 我们看过就比他们下一代的 就现在还要健在的 七八十岁的这些传导人 能力已经不及那一代了 已经不及那一代了 那我有时候 我就跟我的同工赛说 哎呀 说 我说我们比现在这些还要小一代 那我们跟他们比 岂不是能力一代不及一代 怎么办呢 但是我们是用另外的方法 来补足我们的能力的补足 好比说我们这一代 我们很多时候 受过的训练比较系统 我们受过的训练比较正规 我们很多时候 能够按照圣经 更加正解圣经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理由 要逃脱 我们没有被圣灵 大大使用的理由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这对传道人 我们缺少依靠神 我们最缺少的就是 依靠圣灵的能力 我们最缺少的就是什么 就是像老一代的那样 忠心的完全的仰望 什么都没有 没资源 你知道我在那个 七零年代末 八零年代初的经历是什么 当时有一本圣经 都是很多人 分享的 你们都没有经过这种事情了 那我们是能够 经过这个事情 九零年代初 八零年代末 如果我能够拿到一本 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 那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吗 但今天呢 今天我们中间 谁没有十本圣经 没有八本圣经的 我就不相信了 我告诉你 那就不正常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们有十本圣经 八本圣经的 我们不好好读圣经 我们 我们这代传道人 我们就明显地 我们感觉到 我们缺少依靠神 为什么 我们祷告就是少 但是我告诉你 你要服侍神的时候 你要能力 当你讲道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 要透过你出来 为什么今天我们 受了那么多的 圆文的训练的人 今天我们的讲台很荒凉 我们看到有多少的 教会讲台荒凉 有多少传道人 没有被圣灵充满 来服侍神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圣灵 祂不单单是一个 洗礼不单单是一个 一个呼召 祂也赐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得到能力 去服侍祂 对不对 最后 耶稣 祂的洗礼是作为什么 作为弥赛亚 公开服侍的一个认证 叫实名认证 为什么 因为天开了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个声音传出来 不单单 圣灵降在祂身上 对不对 还有接下来就发生 一个什么事情 这一步步的 祂先是洗礼 从水中出来 天开了 有声音传出来 有那个圣灵降下来 然后又发生 一个什么事情 有声音传出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什么 听从祂 是不是 这里面你就看到 天父有声音传出来 什么意思 天父在确认 这是祂的爱子 祂差遣的弥赛亚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见证上帝 来见证上帝的工作 来传扬福音 来带人脱离这个 罪恶的世界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就看到 这里原来 原来这个声音 是一种确认 confirmation 是一个实名认证 我们接下来 微信常常要实名认证 什么银行卡 实名认证 搞得你很烦啊 你知道吗 我常常那个 我又没有身份证 你知道吗 我又要护照 麻烦弄得我 头痛得不得了 实名认证很重要啊 因为你只有实名认证 说明你才是什么 真的 否则谁知道你是真的 现在这个整容数 很容易啊 把你那个整的 跟另外一个人一模一样 你看起来跟那个什么 彬彬是一样长发 很有可能的 但是这要实名认证 上帝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你就看到 在犹太的经典当中 他强调什么 上帝是会从天上 发出声音的 而且在那个时代 当那个时代 上帝就很少使用 先知来讲话的时代 他是直接就 启示他自己 而且当约翰洗礼的时候 当有声音从天上出现的时候 是双重认证 是双重认证 是耶稣的宣教的使命 作为弥赛亚的救赎 我们的救赎主的使命的 一个双重的确认 然后呢 他这里面也启示一个 漠视性的信息 因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国度降临了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当耶稣从水中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漠视性的开启 是一个中漠事件的开始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他要把人类的救赎完成 所以这是一个奥秘的彰显 然后呢 这个天上的声音来说 这是我的爱字 我所喜悦的 喜悦这个词 不要解释为我喜欢你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 我确认 我确认你是我的儿子 我认真你是我的儿子 而且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的是 是他把耶稣的身份 我们就叫endorsement 就背书 是替耶稣的这个身份的背书 在我们的服饰当中 我觉得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背书 我们很多时候 你知道 我在两天 我在看我们的一些服饰 我们通工艺服饰的时候 我现在发现就是说 我们很希望得到上帝的背书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耐心等候 你知道吗 我发现我们教会也是 我已经看到好多个case 包括我们传道人当中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工作起来 我们希望很快就起来 但是很多时候 我告诉你 需要等候的 需要时间的 因为直到耶稣 他出来这个服饰 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了多少年 三十年了 他不是生出来的第一天 就是作为弥赛亚 就公开他的服饰的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是三十年之后 他才出来开始三年的服饰 所以他丁实际上 是三十三岁半的时候 对不对 他在这个世界上三年半 来公开服饰 作为弥赛亚的公开服饰 但之前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三十年了 诗篇 诗篇 第 诗篇第二篇 本来我叫你那个 那个谁 我先读一下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 受高者就是弥赛亚 因为弥赛亚这个词 基督这个词 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 传上帝的圣子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我今日生你 看到没有 在远古的时候 耶稣已经是了 但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出来 以赛亚书四十二篇第一节 看啊 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的 我所拣选的 我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你 他必将功里残轨外邦 你是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的 我所拣选的 那个 我也挣扎很久 我在想 我在想一些事情 因为我也不想随便讲 但是我又觉得 很多时候也有一个责任 要去讲 就当我们出来扶持的时候 我们都很希望 我们的事工是被上帝所认可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急切地希望 但是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是需要时间的 就像耶稣 他自己 是需要 这个endorsement 或者这个conformation 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 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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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等候 很多时候 我们很急切地 希望完成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 就慢慢慢慢 把我们自己的想法 超越了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我想讲一个见证 就是说 摩西在这个旷野 待了多少年 四十年 对不对 他才出来 带领以色列百姓 对不对 保罗出来 做使徒 他在亚拉伯的旷野 待了几年 三年 三年 很多时候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耐心 所以我看我身边 我的一些同工 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 他们很急切地希望成功 当我很急切地 需要成功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 我不会顾别人感受 是不是这样 我很要成功 所以任何能够 没有办法 让我的事工成功 事工成功的时候 你们就成为我的什么 拦路者 你就成为我的 我的事丰的这个前面的拦路 所以我要把你踢掉 所以那个时候 伤害就产生了 我认识一个牧师 他是一个 他曾经年轻的时候 做过黑社会 做得非常大 还做过非社会的第二把交椅 在某一个地区 很有名的一个 那么他后来在牢里面 被抓住牢了 在香港 结果呢 一个西方的宣教士 去探望他 给他传福音 不像我们 在国外 牧师是可以去探望监牢的 其实蛮重要 临终关怀 比如对死刑犯 这种牧师都可以去的 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服事了 那么这个宣教士 就在牢里面 就跟这个黑社会的老二 传福音 带到他信主 结果这个人呢 就出了牢之后呢 就跟这个宣教士好上了 还跟这个宣教士结婚了 那还了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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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宣教士是西方拆会拍过来的 这个拆会就 就不许他 就把这个宣教士开除啊 开除啊 结果 结果差不多三十年之后 那个时候我认识这对夫妇的时候 差不多三十年之后 这个拆会 那次我们在一起吃饭 因为那个三十年当中做了什么呢 这个黑社会的弟兄 他不但在信了主 他还建立了教会 还做了牧师 还去到欧洲 最有名的几家神学院大学 神学院当中的一家 读了神学博士 并且还回到了香港 做到最后做到神学院的院长 多少年啊 三四十年啊 直到他跟这个西方 这个宣教士很有 这个宣教士比他长得还高 又比他老年纪比他大很多 就没有一个从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金童玉女 不要什么王 王什么红啊 还是什么李什么的 这个没用的 这个没用的 这个赞成的太太比他高一个头啊 那个男的很年轻 那个女的好像就显得很老 两个儿女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 我告诉你 在对夫妇 三四十年之后 他们的拆会才重新 跟那个女的宣教士道歉 接受他重新回去 才确认他 才认可他们夫妇的服事 三四十年啊 这个男的已经做到神学院的院长 都快退休了 才被接受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的呼召被确认了 他们的服事被确认的 因为不是靠人 是靠上帝 但今天呢 我们呢 我看到我们很多同工 包括我们有些传道人 在我们当中 我们希望很短的时间里面 要达成 要完成什么很大的 这个跟我们国家 可能发展也有关系了 没有捷径的 我告诉你 没有捷径的 没有可能的 所以当任何人 挡我 挡我这个方向的 我就不客气了 然后也让我看到 就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一起 今天 今天我们 我们在一起祷告 对不对 我们刚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出来的时候 跟你们讲什么 我今天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 把什么最好的拿给神 什么是最好的 什么是最好的拿给神 我告诉你 我想了 这个为了这个事情 我想了一两年的时间了 我现在差不多想通这个事情了 最好的不是我们的专业性 专业性重要吗 重要 也不可以完全没有专业性 对不对 那你老是在台上 带领的是走音的 你不搞什么嘛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为了追求我的专业性 我就不顾别人 我不顾其他团队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自体系的 我们是一群专业的人士的 我告诉你 这恰恰就是一个陷阱 你必定掉在这个陷阱里面 什么是最好的 不是我要高举我的专业性 最好的恰恰是什么 我们中间没有专业的男生的 我们没有专业的这个舞台的 这个明星的 但是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愿意同心合一 在一起敬拜神 我们愿意在 即使我很专业 但是我不炫耀我的专业 我把我的专业性放下 我愿意跟我们中间 每一个岗位的 我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把我们的能够 同心合一的服饰 我告诉你 没有了同心合一 forget it 没有了同心合一 你忘记吧 你没有什么专业性可言 你走吧你 你去专业性吧 没有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重要的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你们是不是 我们在同心合一的服饰的 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讲员 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后台的PPT的 我们敬拜团的 我们带领敬拜的 我们的鼓手 我们的乐手 我们的调音的 我们每一个角落的 我们是不是 同心合一的 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的 我们这样的服饰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最好的 这个才是把什么叫 是最好的服饰 献给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 我们在看耶稣他自己 耶稣在看自己 耶稣是个最专业的人了吧 耶稣从来不炫耀他的专业 我在圣经里面 也没有让我看到 要高举我们的专业 来服饰 反倒保罗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们是同心合一的 新往福音 我们是同心合一的 来新往福音 我们是同心合一的 来新往福音 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 最后 耶稣的洗礼标志了什么 耶稣的洗礼是标志了 弥赛亚开启了上帝 在终末时代的救赎 那么好 这个洗礼 耶稣洗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一段经文 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 但到了神 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 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 乃是照着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 重生的洗 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借着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保罗讲的 其实是什么呢 重生的洗 第一个就是重生的洗 是对我们在最终 已经死去的心灵的重生 洗礼是什么 洗礼是重生的洗 是对我们在最终 已经死去的 心灵的一个重生 第二个 是一个什么 更新的洗 洗礼是圣灵的更新 对我们在这个 属世的思想跟生命的 一种更新 第三 它是一个呼召的洗礼 对我们在基督里 得着使命的一个呼召 Amen 我们在这边 耶稣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真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稣 道路真理和生命 陪得只剩尊荣到永远 万国万民 起来参怀 在圣洁的光中 高居耶稣基督的名 天上 地下 起来敬拜 愿荣耀都归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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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光 耶稣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真光 唯一的真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稣 道路真理和生命 祝得只剩尊荣耀都归宁 耶稣 道路真理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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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荣耀都归你 愿荣耀都归你 世界清光 起来敬拜 在圣洁的光中 高居耶稣基督的名 天上 地下 起来敬拜 愿荣耀都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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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清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一会 拍摄 快点喽